那我問一下你為什麼支持民進黨 我覺得 畢竟總統的格局主要是著重在所謂的國防跟外交 因為其實你如果認真去細看賴清德跟整個柯文哲 那他們的政策其實我說真的大同小異 你說在內政黨 對 就是對於那個就是一般的公眾 我覺得也說真的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 其實就算誰來當總統 那他的內政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我們可以跟美國也好 對 那我覺得最重要是外交國防 那站在台灣的位置上 這樣來看 那我覺得這樣子以台灣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實際來說是比較好的 那也有人這種說法 因為像賴清德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自己說過 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對不對 對 他跟蔡英文比起來 他在跟中國打交道 或者跟大陸打交道 他那個政策沒準會更激進 所以反過來也會給台灣帶來更大的威脅 可是我覺得這個務實的話 要看你怎麼去解釋務實這個東西 因為實際上坐在這個位置 他當然不可能冒犯說 我們刻意去挑釁 我們當然是要 還是要站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狀態下 因為說真的 民進黨執政除了蔡英文 陳水扁也執政了八年 相對來說 雖然以獨立來說 其實陳水扁的立場更加鮮明 對對對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看過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其實也沒有發生過任何的事情 對 所以相對我覺得 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 對 那相對我覺得 我們就是站著把錢給賺了 這種感覺